每个星期三我们都会有国际料理在七点到八点钟之间呢 带你来观察一下国际上的一些大事 因为时间不多 所以总是会只谈大事了 是的 在现场呢我们有国际关系学者廖朝记博士 欢迎啦博士 我是廖朝记 尽城方这首歌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 老公公老婆婆 对啊就是配合拜登啊 就是要讲拜登 是啊 你知道吗在网络上啊 有人开玩笑的就说 这个年龄呢可能是拜登要继续捍卫他的总统值的一个大障碍 然后呢马来西亚人就出来说 No it's not 因为呢我们在历史上啊 还有更加年长的这个领袖 国家的领袖 是 所以这一点其实我就重新又让我们认识到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力量 你知道政治人物他最最那个的 叫什么 他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舍我取谁啊 就说只有我可以正拯救这个国家 我最适合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没有人说他入地狱 他说只有我可以 他从来不觉得超人不会飞 他总之觉得他会飞 老超人也会飞 对吧 所以政治人物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 他是一个迷思吗 一种自我的膨胀吧 了解 舍我取谁的意思是还蛮膨胀的 不是我不是我还没有谁呢 对就除了我之外谁还可以拯救马来西亚呢 除了我之外谁还可以拯救美国 谁还能够打败特朗普呢 我觉得其实在拜登这个案例上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当然美国的这个民主机制和我国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stakeholder跟我们的比较不一样 当然拜登这一次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是当然很多人谈了有逼宫啊 无论是党团大佬啊 或者是背后的金主啊 但是他其实他还是可以脸皮厚厚的做下去的 你知道为什么他脸皮厚吗 因为他叫他叫Joe 这位是听众朋友啊 瑞卡发信来的 Joe你老了啊 Joe一语双关啊 这个我们廖博士也叫Joe 对对 拜登也叫Joe Biden 对对对 而且拜登还有很多花名 但特朗普是没有好画的了 特朗普在他的自己研发的社交平台上 就说你看他又装病了 有没有啊 干嘛要这样 他骗人呢 如果一早知道他有病 他干嘛出来选呢 从来就没有好画的了 但是呃就是拜登能够在这一次过了电视选举 电视的辩论以后 然后接连遭遇到党内的这个压力 再加上特朗普的那个摇头 而换得了左耳还是右耳一伤 右耳 右耳一伤 然后气势如虹 而在这个时候 他以就是对外的一种就是公告说 他的这个呃的目前所所要做的选择 是为了这个政党和国家的最大的利益 并且会在他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专注去旅行他胜于任期内的总统职 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蛮重要 也是一个蛮呃能够让很多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典范的 就是作为一种就是范例 所以后来你看他就是从昨天 就昨天 对不起 从他宣布以后 接续的很多西方盟国的这些领袖 都对他的推选表达出这样的一种激赏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敬佩之意 至少还算是比较华丽的转身 总好如果如果看着这个局势 如果他真的输给了特朗普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他就很黯淡的落幕 但是很多政治人物没有这样想的啊 他总是觉得他总是觉得我就是那个 他还有时间吗 怎么你怎么不知道那个整个局势翻盘呢 但是但是其实在这个特朗普还没有遭到子弹袭击之前 就已经有叫拜登不要竞选的这些声音存在 最早在民主党那个选举的就是党内初选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注意到 因为这是拜登这个口误也好啊 就是在那个走那个电走 辩论的时候 不但是变成他走阶梯摔倒啊 或者在台上的时候突然间摔倒 或者是偶尔就是在一种场合上 仿佛一个不知道什么状况的 有点放空的状态 整个就整个眼神啊 有点呆滞 对就是对于很多党内人士 包括世界领袖都觉得 好像不太适合 不太对劲 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有啊 也都坚持 一直到特朗普出事之后 他才说好那我宣布退休 所以就是那个子弹导致 可以这样讲 当然就各方面很多因素 加加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压力 的确我觉得电视辩论 后来后来还有特朗普的这个就是受伤 最后一根稻草吧 我想是吧 可以这样讲 所以反正现在拜登已经正式宣布了 而且他的宣布还是蛮戏剧的 就是前就是完全没有露出任何的口风 然后早上还好像还坚持 接下来下午他就他就宣布了 而且只有很少数的核心的几位幕僚才知道 其他的这个竞选团队也是透过他的那个社交平台才知道啊 老老板不选了 其实对核心幕僚或者对他其他工作的一些幕僚也是个蛮大的打击的 因为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拜登迟迟他没有退下 其实也是因为他周边的人还是希望他继续选 这就涉及到你如果比如说老板不选了 那身边的这些人不就没有工作了吗 是 对吧 还有很多就是压在他身上的一些单位啊企业啊 对 社会各接送的人啊 反正像民主党现在已经翻到了下一个篇章了 当然现在拜登还是说他支持贺锦丽了 就是他现在的副总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了 当然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定的 因为你还是必须要回到民主党的代表大会 那将会是在8月19到8月22 所以当然你总统去现任总统去Andros 或者现任总统去认可这个贺锦丽 当然贺锦丽我发现有蛮多的翻译的名字 贺锦丽这个是他自己在官方网页上给自己取的一个中文名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叫贺锦丽 你就以为他有华人血统 他是没有华人血统的 不一般上其他的外媒也说会把它翻译成这个Kamala 因为他的名字叫Kamala Harris 对吧 所以类似这样 所以贺锦丽他是没有华人血统的 OK 所以接下来的那个情况就会涉及到 党内还是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提名程序 所以到时候的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将会进行一个相当激烈的这样的一个推选 所以这一两个月可能 这两个月就会是民主党目前看起来 最那个就是比较多新闻看点的时候 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其实蛮多的 其实现在我们看起来 现在报章上媒体上都有在谈另外好几个人 比如说有包括加里福尼亚州的州长 加文纽瑟姆 Gavin Newsom OK 也包括交通部长 Peter 我这不太会念 Peter Peter Putigate 就是比特 布 迪 吉 哥 好难念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好念 就是宾州的州长 就是Joss Shapiro 类似 有好几位都有可能会是 成为就是他的竞争对手 或者成为他的副手的 那目前来看就是 这些人选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可以 跟特朗普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竞争 我们看的另外一个看点 就是随着就是民主党现在 就是换了一个候选人马 那可能也会让原来就是 已经失去信心的民主党人 会不会接这个时候 就是团结起来 就是会不会回到法国的这个情况 还记得法国的这个情况 就法国后来因为这个欧洲议会选举的失利 所以这个马克龙就豪赌一场 对不对 就马上宣布国会选举 那第一轮选举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 第二轮的时候 果然这个左派就 左派就大 大 大结合 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 又把右派给压下去了 那这一次的这个情况 会不会就是重新激起了中宣派 以及重新激起了这个民主党人的团结 以去应对这个更加就是 气势高昂的这个特朗普 是就是因为特朗普的气势太过高昂啊 现在不管你推哪一个人出来 恐怕就是没有执政过 就是没有担任过总统的人选 对不对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有有什么可能性才能够压住特朗普的气焉 因为特朗普几乎 他也不怕你对他的任何的攻击 他主要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社媒也好 或者是媒体报道也好 都是我们在一个角度上去看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两党都有各自的死因派 对吧 都有他各自的支持者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好像特朗普的声音比较高涨 其实可能他的支持者和死因派 他就那么多 他还没有过半的 那主要任何的选举 那些争取是中间游离派 或者是不投票派 或者是我国讲所谓的睡觉派 就是不来投票的人 因为两党的就是死中派是固定的 但是你能不能够争取那些中间去支持你的 我觉得 就游离选票 对游离选票或者是中间派 因为这个才是关键的 特朗普你说他真的获得全国 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的认可吗 其实也没有 目前的民调也并没有显示出这个情况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民调 可能大家可以注意看 就是所谓的讨厌你的民调 美国蛮有意思的 或者是多少人支持你 帮你计算 民调多少人讨厌你 有人是做这个支持的民调度 目前为止就是特朗普其实也还没有到过半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做讨厌你 那其实有点像我们的心态 像目前马来西亚选民也是这样想 两边都投不下 其实两边都讨厌 但是又没有第三股力量 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选民的其实焦虑的心情 也是在这里 所以目前离11月投票 还有接近三个多月左右 所以民主党能不能借这个时候重新团结起来 找到一个共主 当然不一定是贺锦丽 可能是其他的人 能不能因此又再重新激发起中间派的认可 那或许这个就是接下来的看点 他至少目前这样看起来 民主党又多了一些新闻看点了 而不是我们之前看之前三周说到的 如果民主党依然还是这个 拜登的话 老旧 老旧 大家会一直就是专注在 就是他老了很老了很老了 对 然后没有第二个课 这很难去改变 很难改变 而且就是整个这个竞选的 造势的言论什么都好 你很容易 你无法跟特朗普抗衡 如果这时候有个新面孔 会不会就能够激起一些新的浪花呢 那能不能够在短期内 要短期见效 对 如果在短期见效 其实我跟你说 它又开启了 我们对于现当代的这个民主竞选 尤其是民主国家竞选的机制的一些新的一些看点 因为一般上我们都知道 美国总统竞选的期是比较长的 周期比较长 如果你临阵换降不到三个月 而且还可以逆势扭转的话 那将又会是另外一个案例了 没错 好 会还是不会 我们就且看下去了 周杰伦和袁永林的歌曲《画沙》 稍后来我们关注其他的国际焦点 回到国际料理 你好 我是JC静虫 我是安慈 你好 我是廖炒记 因为小芬告诉我一定要把咬字咬清楚 所以现在我要说话说的慢一点 但是请你维持你的风格 是 语音为词呢 就风格不见了 那就不好了 这个很重要 他说其实你已经没有什么特点了 稍微那个节目让我们比较有一点活 就是好像真的在聊 活泼一点 就比较在聊 真的在聊一个事情 比如说孟加拉这个事情 我也是 因为我有一些孟加拉的朋友 而且我就先在微信上看到他们 就彼此问候 因为他们在中国嘛 我们那时候参加蛮多这种 就是论坛 就认识了一些孟加拉籍的学者 然后我就注意到我在一些群里面 他们特别就 某几位学者说 你们那边还好吗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新闻 他就进来了 就是街头上的示威 抗议 然后我国马上就出现那个撤侨 速度慢 然后在当地 其实我们有蛮多 我们蛮多人在孟加拉那里 无论是求学 或者是工作 然后当我在慢慢去爬树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发现到 原来这个新闻和我国 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 因为他的真正的问题就出现在固打制 是固打制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 好 这个抗议行动呢 是从今年7月开始 从大学校园开始蔓延的 他主要抗议的内容 就是指政府的公务员的应聘的配额制度发生了 就是一个逆转 原来的配额制度 如果看历史的话 是非常的早 在1972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配额制 就有多少%保留给谁 多少%保留给谁 这次比较大争议就所谓保留给自由斗士这个类别的 所谓自由斗士这个类别 然后5%呢是给这种少数族群 10%是给女性 1%是给这些就残疾人士 还有就是10%是给一些落后乡区 所以他是以这样的一个份额 这样的一个配额去配置国家公务员的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一想 也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配额 就是这样保护措施 不是保护措施 因为公务员你必须要反映一个国家的这个族群 族群分配 比如说你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不同的族群 那你的公务员配额里面 是不是也要反映多元族群呢 对吧 不然的话大家怎么样彼此去服务呢 对不对 但是很多国家也不遵守类似这样的一种 反映多元族群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我们就回来看这个事情 原来这个这个这个的配额制度在 之前通过的时候 2012年通过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引起当时的学生群体 这样的一个抗议 因为你留给这种所谓的靠成绩去获取的额度太少了 就44% 不到一半 对 就后来政府其实有做一些调整 但是这些调整都只是有点像头痛一痛脚痛一脚 比如说某一个类别的就不在这个分配的额度里面 就点像我们讲公务员 我们有不同的类别 不同的级别的 所以一直都类似这种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的方式 但是唯独到了今年就是高庭有一个判决 然后重新恢复了这个2012年的这样的一个配额 就是原来都在有一点松绑的情况之下 又打回原形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发现到就是学生就他就他就不满意的了 因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整个整个的这个四维游行抗议他就发生了 目前为止这个四维游行抗议其实对于这个 孟加拉发生了蛮大的影响 超过150个人就是在冲突中就上升 过千的人被逮捕 而政府在解决这个四维抗议的时候呢 用的手段就包括了就是瘫痪网络 就是就是别让你们可以使用网络 类似的然后整个孟加拉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城市的交通也是瘫痪的 而且四维的这个情况是越演越烈 当然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四维 其实政府有做出一定的让步了 比如说包括把那份额重新的做调配 可是四维群众好像没有太太一致的诉求 所以有些人同意有些人又不同意 是 所以现在变成是这情况相当的就是 不是纠结就相当复杂 就是一方面四维还并没有和平的落幕 还是继续延烧着 所以才发生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下去 你觉得政府方面会所谓妥协吗 还是怎么样 自由都是后代的这个族群 对就是现在的有点尴尬 就是从有些评论就指出说 为什么政府在这一次的态度上就是并没有做出更多的修订 反而就会呼应后来的高庭的判决 也正好是执政者的这个主要的支持的民众盘 就是所谓的这些革命老兵的后裔 就是这些所谓的维持这样的一种就是 他的统治的这样的一个选票的考量 所以现在执政党也在说 这个事情是反对党在后面散动 所以但是你要想就正如我国 你看这种既得利益者 你要他去放弃掉这个顾打制的话是很难的 对吧 所以孟加拉现在经历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比如说可能相关的这个 就是世卫抗议团也是希望整个就废除掉这个顾打制 所有的顾打制包括女性啊什么之类吗 还是他只是针对那个老兵他们的呼应 可能是这样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看到他们具体的政治主张 也并没有太明确 有蛮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还是值得我们往下去追踪的 因为他有太多我们可以跟我国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做类比的 OK好那我们就看了这个孟加拉的一个情况之后呢 下段后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国家焦点 包括呢把焦点放向中国 再了解一下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来听景博然的歌曲《无赖》 我是JC静城 我认词 是我要跟静城投诉 千万不能够在我们这个间中休息的时候 又要让我在那个脸书跟听众朋友们交流 因为当你讲完的时候 突然间他又给我死眼色说要回到现场了 所以我的脑还在还在把我上一句话要说完 还没有说完一下子就要去中国了 欢迎来到就是多社媒平台的世界 我们现在做广播就是这样子 我们瞬间转移 现在转移到中国 OK这个中国的三中全会 大家都有注意到 因为那个新闻是相当的大 但是这次的新闻没有像往年那么大 主要是因为遇到了特朗普的那个枪击事件 还有后来的这个拜登的这个退选 然后所以全球的焦点都其实集中在美国 反而中国这次的这个 其实这个三中全会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而且我们都知道三中全会 在中国的历史课本里面都有特别的记载 我们先普及一下什么叫全会 科普科普 对科普科普 就是中国的中共中央的这个会议里面呢 他有几种会议 一种会叫一中全会 一中全会基本上就是会在党代表大会 闭幕后马上召开 主要进行一些人事的安排 包括政治局的常委的人选 书记处的委员诸如此类的 另外一个呢是二中全会 这二中全会基本上会在第二年的时候的春季 就两会召开的时候呢去召开 不过这也还是比较属于所谓的 党政机构的领导人的推荐 那三中全会一般上也会是在选举 那个过后的第二年的秋天 而这个呢很重要 因为呢从过去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那个惯例里面呢 三中全会呢一般上会对经济政策发展 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 我们叫中国的体制是党领导政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看回这个三中全会的这样的一种决策 因为它将会接下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变化 今年的三中全会比较特别 它接近推迟了一年多 基于什么原因推迟 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些说法是正好就卡到了这个经济在下滑 还没有还没有软着陆 所以呢可能就是中国当局还在想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 找到个更好的时机去他去开这个会 然后我们也知道过去的这一年里面 中国也经历了蛮多的人事的一个变化 有些人有些官员因为就是贪腐案件下马 就如此类 不过不管怎么样 拖了一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三中全会 他就召开了 然后这次召开里面 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量讨论吧 其中一个讨论就是谈到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 对房地产 房地产 对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房地产的一个情况 是卖向点泡沫化这样子 对而且过去我们都知道 房地产 原来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龙头 我要记得小芬告诉我的话 是是是说的慢一点 房地产 是是是中国的那个经济的龙头 然后曾几何时这样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 也因为几个大的这个这个地产公司宣布这个清盘以后呢 包括整体性的跌价 但是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就是仰赖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税收 因为这是最容易得到税收的一个方式 可是这次三中全会呢 就不再将这个房地产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 而提出了这个房地产应该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部分 强调的这个房地产的民生功能 比如说他在整个那个报告里面 他报告很长 这个真的很多页 我大概稍微翻读了一下 我只挑一两个点来跟各位谈一谈 包括谈到这个房地产的时候的 特别提到政府应该增加公共住房的供给 放宽这个限购 而且呢 而且政府也像也会承诺满足更多的工薪阶层的住房的需要 开拓更多的公共住房的项目 所以说主要是给人住 不是用来炒房 对对对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过去靠房地产致富的朋友 我们跟中国朋友聊天 他们常常都有一种话 我卖到一套房子 我就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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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卖到一套房子 我就解决了我孩子的读书的问题 我总觉得中国的房子怎么这么值钱 可是可能类似这样的一种就是 房地产作为中产阶级积累财富的手段 可能未来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过了那个红利期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一次的三中权位 花很大的力气去谈中国式的现代化 当然这个也蛮特别的 我们说现代化其实是作为一个 全球性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进程的一个方式 从这个现代化 我们说现代化文明 现代美术当代什么的 那中国也提出了他们自己定义的 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 那里面包含了蛮多的面向 基本上就谈到了经济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 生态文明 以及国家安全 所以他们这边他们行购了 他们自己的另外一套的 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种描述 而我们其实从我们在中国的 这样的一种经验里面 可能大家更多会感觉到中国现代化 应该是他的中国当代都市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现代化的方式吧 你们两位都有去过中国对吧 没有 还没去过 我去的时候很小 经过一下 对很小 少年时期 我九岁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中国的话 你会发现到就是所谓的这种 就是现当代的这个文明 对不起 现当代的城市想象 中国的确很多大都会 他提供给你另类的这种都市生活的想象 无论是这种出行的便利度 还有这种就是所谓的手机支付啊 或者是点这种就是购餐啊 快递啊 我看网络上他们现在可以刷手付费的 我们现在来刷手机 现在刷手可以付费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个 中国的这些就是官方 官方的一些文件的时候 你你你你你你仔细去阅读 其实有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难的 因为他的很多文字 比较是浓缩的 然后概念也概念也比较多 但如果你拆解到生活层面的话 或许中国的现当代的 这样的一种城市规划 他的确提供了另外一种 我们对于都市生活的想象 过去我们对于都市生活的想象 比较还是属于欧美式的 对吧 我们看纽约城市怎么样 纽约 伦敦怎么样 对不对 很难说你你会看新加坡 对不对 比较少 可能我们会看台北 看看香港 现在又有另外一种类型的 尤其我们说华人都会的话 或者中国的这样的一种 中国现代的都会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的确也让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想象 所以其实这整个所谓的现代化 会给中国带来 就是真的是全面性的改变吗 就是政策上来讲 那是人民他们会去配合这个现代化的转变吗 这个有一点点难回答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每一任领导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政治的主张 或者政治的论述 比如说大家还记得过去胡锦道有提过这个科学 科学治国 类似这样的 就是不同的领导人都会对他的这个治理方式有一套论述 而这论述 如果你到基层里面去看 能不能对得上 对啊 很多时候这论述好像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概念 对 一个概念 有点高大上 对 它就有点像概念车这样 哇 好厉害 但它未必会成真这样 对 它当然也可能成真 可是它成真的方式 它跟它落实到这个基层的这种就是政策的时候呢 它会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落实 但是如果你注意哦 它又回到了那个各阶级单位或者是各行政单位 但它还宣布说啊 我们这个东西是呼应了什么什么时候 它又会呼应到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所以他们其实是像你讲的很对的 有时候我读这些文章啊 我是觉得这个这个怎么样落实 对对不对 怎么样落实呢 怎么这样落实在生活啊 方方面面 但是如果你去看中国的这种就是比如说报道啊 它的报章的报道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比较宣传式的短片的时候 它又会告诉你说 那这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同时我要重新做连接 就是说有一套论述的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可能是政治宣传 另外一套是我们真正实际上生活的 那你怎么样把它连接起来 是 会不会就是说领袖呢有一套的论述 然后呢民间就有自己的解读 有点类似我们家嘛 比如说 马来西亚马达尼 是怎么样被体现的呢 我也是这么在想 对对对 我们也 边走边画 好像画这样子可以 对就是有时候你说 有时候我看我们那些政治领袖都会说 沙拉 马来西亚马达尼 就好像无时不刻都在马达尼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的落实啊 或者是我们生活上的这种辩民或者是政府提供给我们的服务跟马达尼配在一起呢 所以我们看到民间还是会用各种方法的 它还是会出现在 慢慢就看了越来越清晰 中国是现代化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幅画了是吧 那也许呢 作为想要吸引中国外资的 可能又要往这个角度去下去 以后JC主持很多这种马中活动都会一直听到这个中国是现代化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最近主持的一些就就就就就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概念出现 就是他的标题的头 我们我们不学新闻的嘛 新闻下标题怎么下 这就会是标题的头了 好了今天的国际料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廖潮汐博士为我们炒的三盘菜 谢谢 吃饱了 吃饱了 好那下个星期呢再来国际料理了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把实验交给接下来的越夜越爱 我是JC 我是恩慈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继续的锁定IFM